《芒果台爆款综艺浪解4》第三期播出 一公舞台个人喜爱度排名公布 刘亦云第一 那伊丽雅第五 她被淘汰 刘亦云是外籍艺人 她是在韩国通过选秀出道的艺人 她的唱跳能力非常强 出舞台中她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二 在一公舞台中她选择了一首Problem 唱跳rap都非常惊艳 而刘亦云个人表现更是非常好 从出舞台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二 到一公舞台中的第一 从而证明了她的舞台表现真的非常强 排名第二的则是一公舞台中排名第一的陈佳化 陈佳化在出舞台带来了一首 《恋人未满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而在一公舞台中她选择了叮叮当当 更是点燃了全场 排名第三的则是谢娜 与出舞台相比 谢娜的个人排名上升了一名 第四的则是刘细军 她与出舞台排名第三的卢靖山合作了一首吻别 他们直接战胜了人气王美伊丽牙和龚琳娜 只不过卢靖山一公舞台排名下滑比较严重 下滑至第六名 排名第五的则是人气王美伊丽牙 出舞台结束后 美伊丽牙在短视频平台快速爆火 随之她的人气也增长很快 很快超越了谢娜 成为了人气王 爆火后的美伊丽牙镜头明显增多 而她排名第五也就代表作她获得了最终成团出道的机会 因为今年节目组规则是需要每次排名进入前五 成为成风发布人的姐姐才有资格获得成团出道的机会 孙岳排名则是从初五的第五下滑到了第十 而一公舞台滑水上了热搜的徐怀玉个人喜爱度排名则是二十七 她排名这么靠后 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她一公舞台严重滑水 如果排名靠前 干重很难买账 而一公舞台个人喜爱服排名倒数的四人要遭到淘汰 他们与之前网传名单一致 分别是陈斌 唐伯虎 王嘉宇 凯利 来自俄罗斯的凯利排名最低 仅仅只有三十七分 而这四人中陈斌淘汰太可惜了 陈斌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他参加过多档选秀节目 在浙江卫视中国号声音盲悬舞台中凭借着一首《盛夏光年一夜成名》 可惜在浪解四的舞台上遭到了一轮游 陈斌无论是出舞台还是一公舞台表现都非常好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为其名不平 这也是中国号声音学员连续两年参加这档节目遭到一轮游 去年浪解三的吴莫愁也是 她的出舞台与一公舞台表现都非常好 但遭到了一轮游 今年的陈斌也是 并且两人淘汰后网友的反应都一样 那就是为其名不平 不过每档综艺节目都有剧本 很多嘉宾参加节目前就确定了只参加几期 因此陈斌一公舞台就遭到淘汰也很正常 浪解四一公淘汰名单出来了 陈斌 汤伯虎 卡吉琳娜 王嘉宇遗憾离开 很多人觉得两位外国姐姐离场 输在知名度不高 不过陈斌意外离开 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 更可惜的是王嘉宇 因为徐怀玉的表现 整组得分不高 他人气又不占优势 只能离开 不过后续还有复活在 你们期待吗 第一个问题 外国姐姐实力强却输在知名度上 说起这一季的浪解 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芒果台的汉语桥 不管是唐伯虎 还是凯莉 不管是知福还是美伊利亚 实力都相当能打 凯莉这次表现不错 尤其是俄语歌曲 还是她唱出来有那种味道 虽然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挫败 但却是一次珍贵的经历和成长机会 唐伯虎这次的戏枪也很绝 尤其是梅花三弄 被她这样一个外国人 唱出了独特的感觉 可是这么优秀的姐姐去离开了 不是因为实力 主要是因为人气不高 知名度不够 第二个问题 陈斌为什么离开了 说起陈斌 很多人都觉得她来头不小 一看家里条件就非常不错 有人说她是大企业老板的女儿 爸爸还让员工投票 陈斌出面否认了公主身份 不过按照陈斌的唱跳能力 按说应该可以留下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走了 第三个问题 王嘉宇被徐怀玉拖累了 说起郎嘉宇这次表现不错 路灯下的小姑娘里 大家觉得王嘉宇最有女团范 不过很可惜 徐怀玉因为表现不够好 整组的分数很低 按照规则 无法全员安全 就只能淘汰人气最低的 王嘉宇刚好是新人 人气无法喝贾静闻 徐怀玉 陈一涵 理睬话比 只能离开了 徐怀玉也出面道歉 不过为时已晚 不管怎么样 粉丝看到有姐姐离开 还是一难评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浪姐后续还有复活在 如果你够优秀 还是能重返浪姐舞台的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都有机会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这就是梦想的力量